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哼 玩儿老子 这次怎么来了这么多 而且此次凝聚的战灵修为 又有这灵丹镜九重巅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哼 坑老子 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 又来了 没完没了 一招解决掉 今生不灭 什么 竟然还可以重新凝聚 这是有我儿子老子啊 惊艳一斗 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回事 转出去的灵气又回到我身体里了 折天手 什么 连折天手的灵气也尽数退回身体了 什么叫做作茧自负 什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 我可算懂了 除了石壁上的四种刀法 任何战技神通都不能在这个时事当中使用 既然如此 那爷爷我就只用刀法 想要玩 那就好好玩玩 物理看荒 横扫千军 横冲之壮 痛快 痛快 此子了不得啊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 同时感悟你我二人的刀刀 我有一个想法 不用你多说 我也想到了 这小子灵气消耗太多 可以停止阵法 跟他见见面了 战灵停止进攻了 这些战灵居然化作灵气 冲入了我体内 这些淡蓝灵气 竟然还有洗净发嘴之效 灵丹静武冲天 没想到厮杀过后 还有这般好处 小子 今日你可让我们开了眼 谁 没想到你越战越强 甚至淬炼肉身 成功晋升了修为 两位前辈 不知这番考验晚辈 所为何事 传你刀刀 二位是什么人 为什么传我刀刀 你小子道也冷静 老夫乃仙佛道的修武者 人称百战先 喊我百老即可 我乃是妖魔道的物魔 我这没那么多理解 换我一声物老就行 我们二人此刻 只是一抹烙印 这烙印存在的目的 是为我们二人的刀刀 寻找传人 刚才那情形 就是对你小子的考验 真是没想到 在那么短时间内 你能踏入灵丹 进五重天 说来 你们说的所谓刀刀 到底是什么 你们不已是 仙魔佛妖四大道的武者吗 小子 修炼之道和修炼之路 哪能一概而论的 修炼之道 修炼之路 这两者之间 难道还有什么区别 所谓 所谓修炼之道 无非 仙 魔 佛 妖 四大道 形象点来说 就像我们修炼者前行的道路 各有不同 那刀刀和四大道又有什么不同 会不会彼此有冲突 小子 仙 魔 佛 妖 四大道 是修行大道 所谓刀刀 却是你如何走这道路的方法 如擅长控火的仙修武者 就是以火行之道 来走仙道之路 刀刀 就是以刀 来走你今后的路 修炼之路 更像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核心之路 一名武者 无论他涉猎如何之广 总有他专精的一条路 一直以来 我凭借着日月轮回秘法 无论何种战绩 都能信守年来 甚至能发挥出更强的威力 但无论怎学习 我都没有走一个专精之路 别说开发出一套 属于我自己的核心战法了 可是 我有点不能确定 晚辈修炼一种秘法 这种秘法对于修炼战绩神通 倒是事半功倍 而且更能在原有基础上 增强威力 这种修炼神通虽然罕见 却也并非没有 不过 小子 你误解了 我误解了 战绩神通 凝聚灵气施展而出 它有迹可循 有形可查 但修炼之路的道 终在于感悟于心 你能很快学会 石壁的基础刀法 是你适合刀道 先到刀法 你发挥了清清白白 堂堂正正之韵 魔道刀法 也打出了变化莫测 狠辣凶利 至于佛道刀法 则刚猛无比 同样入目三分 这妖道道法 气势如虹 舍我其谁 更是斩得淋漓尽致 倒是没想到 我竟然如此了得 你修炼的神通 乃仙道之流 肉身乃佛道之流 气息乃妖道之流 天资之高 已经骇然听闻 能领悟这三道刀士 合情合理 但我不明白的是 你山上毫无魔道痕迹 怎么还能领悟魔道道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